嗨,欢迎来到大波奇,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,请单击subscribe订阅吧,并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,最后,请给一个like,谢谢,您的支持是大波奇的动力源泉。 近期郭碧亭和向左二人一同出席时尚活动,这次二人的装扮也很有情侣风格,郭碧亭身穿V0印花长裙,大朵大朵的彩色印花复古又优雅,向左身穿黑色西装,特别的款式上面还有黑色的印花,酷帅十足,两个人亲密出席活动,吸引了无数观众和媒体的目光。 郭碧亭这件印花长裙是真的很长,脱地的款式很有礼服的感觉,但是裙子上面的彩色印花又同时带有海边度假的气息,V0的设计露出郭碧亭纤细的肩膀和精致的锁骨。 这件印花长裙的下摆是不规则的设计,多层雪仿覆盖,层次感分明。 而向左的这身黑色西装上身以白色衬衫打底,白色衬衫与黑色西装的搭配是很经典又通勤的上屋穿搭。 另外向左的肤色比较深,黑白配更有质感,脚上的黑色皮鞋也很有特点。 但是向左这次出席活动竟给人一种沧桑油腻的感觉,是特意用这种造型来衬托老婆的吗? 郭碧亭和向左的感情是真的很好,二人盛装出席活动,食指紧扣,高调秀恩爱。 郭碧亭的这件彩色印花长裙素雅中不失大气,充满了仙女气息,搭配向左的黑色西装非常适合,男才女帽,很登队。 而向左和郭碧亭布置,上面一套情侣状哦,二人的另一色,同框同样也是身着华服。 郭碧亭身穿银色薄纱服,抹胸的设计充满了性感的魅力,下摆是层层叠叠的薄纱。 仙气十足,裙子上面的刺绣印花立体感分明,同时又带有古典美。 而向左的这身红色西装在上身内搭的同样是一件白衬衫,西装以红色为底色,在上面印有古典样式的花纹, 与郭碧亭礼服上面的刺绣印花有一曲同工之效,二人这次的穿搭同样很般配,看来是真爱无疑了,建议给造型师家鸡腿。 除去以上的两组穿搭,求婚当天二人也很搭配。 郭碧亭上身身穿红色丝绒衬衫,丝绒材质的单品近两年非常流行, 无论是裤装还是上衣都有了很多新款式。 郭碧亭的这件红色衬衫质感柔软,红色很亮丽,上左还是白衬衫黑西装,不过最闪亮的应该是郭碧亭的钻戒了。 而二人就算身穿简约的服装也同样满满的CP感。 郭碧亭身穿蓝色衬衫外搭一件黑色洋高马外套,向左身穿黑色休闲连帽外套,同样是休闲随性的打扮。 郭碧亭长发披散,素颜状态也很好,与向左真的是天作之和啦。 谢谢您的欣赏,如果您喜欢请订阅吧,不要忘记单击小铃铛,这样您会及时收到大波及的更新,谢谢。